针对最近发生的华侨银行钓鱼简讯诈骗案 我国将三管齐下通过同各方的合作 全面应对钓鱼诈骗案的威胁 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银行工会正探讨通过五个方面 加强银行在防范、侦测和打击钓鱼简讯骗局的能力 财政部长兼金融管理局副主席黄寻才 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说 这些额外措施包括 银行可加强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能力 来侦测可疑交易 同时加强应对能力 马上阻止可疑交易 并在联系客户核实交易的真实性后 才处理有关交易 当局也在探讨 让怀疑自己账户被盗的客户 无需联系银行 就能自行冻结账户 金管局和银行也探讨 要求客户在户头出现重大变化 如更换户头资料 进行金额较大的转账 或海外交易时 进行额外的确认程序 银行也在探讨 让客户采用生物识别借数登陆户头 并加快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进行客户认证 授权交易和发送通知 除非这些条件 无限公司 can be foolproof in and of themselves but collectively they should work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cope for scams to succeed and their cost With everyone on guard, including individuals, the industry and infrastructure providers, we hope not to see a recurrence of a large-scale scam as was seen in the OCBC case.